那么最终的目标 还是要回到我们的典型案例来 我们这个阶段的班叫教材金奖班 所以教材里典型案例 我们收入了这么几个案例 要求大家跟着我的思路 把这几个案例都要听懂 不过说你百分之百案例都要刷 但是它每个经典案例里面 有一些重要的知识点或高频道点 你需要跟着走 或者它有时候一些我们学院叫陷阱 叫无处不在 或者叫坑 我们一般叫预错点 或者说难点 那么也会跟着我们的题目的出现 那么这几年 它那教材收入的案例 一些是它传统非常经典的一些案例 多少年了 特别有代表性 它保留着 还有一种它就把定年的真题 它觉得有代表性的 它会不断的补充收入 所以你貌似叫教材的案例 也是很多都是我们经典案例 和经典的真题的一个集成 那我们先给大家介绍的是 教材第一章里面的案例8 这个案例8就基于 利润与利润分配表的一个案例 当然了 我在这个案例的基础上 做了小的一点改编 那么我的改编是为了 满足我们这个班次的需要 不要还是认识 就考试的时候 往往它高概率会怎么去出题 那么就把这个个别的这些 数据做了一点调整 以满足我们全力学习的要求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 看一下它的背景资料 某拟建工业项目的基础数据如下 反正第一章里面都是拟建项目 都是新项目 那么很多的这个数据 都是工业性的项目 就是在生产性的项目 第一它是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估算总额是5263.90万元 这也是固定资产的投资估算 固定资产投资估算包括什么呀 包括设备工期举构 指费建安工程费 工程建设其他费 预备费 然后建设其利息 对吧 这个全部加起来叫固定资产投资 如果固定资产投资 加个流动资金 就是整个就叫总投资 所以一定要注意 固定资产投资里面 它这里面是含了利息的 建设其利息 那其中包括无形资产是600万元 无形资产600万元的意思就是 固定资产投资 不是百分百形成的都是固定资产 它主要形成的是固定资产 有可能一部分形成无形资产 或其他资产 所以它这里面固定资产投资格里面是 一部分是无形资产 然后剩下全是固定资产 对吧 所以你说固定资产的原值是多少呢 对于这个案例来讲 它的原值固定资产的原值就是 5263.90减去600万 把这两个减出来的值 就固定资产原值 含利息的什么叫固定资产投资 你要是建设投资是不含利息的 所以要注意对它这个各种投资额的一个判断 这是基于我们前面讲的总投资构成 所以你看它就有时候 我们说讲那个学习讲的案例 包括学员说难啊难 量大就难点 就是又回到我们前面讲 考的就是阅读灵迹 就是需要你特别准确就这些相关数据 这些那些这个构成 好建设期两年运营期八年 加起来一共是十年计算期 这是我们项目的基本情况之一 第二呢是本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来源 为自由资金和贷款 它所有投资领域也是 有自筹一部分有贷款 一发生贷款就要算利息 自由资金在建设期内均衡投入 贷款的本金是一共带了两千万 这两千万在建设期内每一年投入了一千万 那也是均衡的 因为建设期一共就两年 第一年投一千万 第二年投一千万 得计两千万是由两年本金投下去的 贷款的年利率10% 按年进行就短是这个 10%就实际利率 贷款的合同规定 还款方式是运营期的前四年 等额还本付息 那么它的这个还款方式 就是我们归纳的叫等额本息法 就本利盒是每年一样的 在运营期的前四年就把它还期 那无形资产是需要贪销的 无形资产在运营期的八年内 均匀贪入成本 那如果是每一年贪销是多少呢 你一共形成的是六百万 六百万贪到我们运营期八年 那就是七八五十六 七十五万对吧 七十五万 这说明就是每一年的贪销费 其实你大概就能够判断 贪销是指着针对无形资产 和其他资产而言的 那么固定资产的残值是三百万 按直线法折旧 折旧年限是十二年 我们看这道案例的时候 它的固定资产 残值是直接给的一个数额 然后如果我们要求它的折旧的话 那么每年的折旧 年折旧的话 应该是我们的固定资产原值 减残值除以折旧年限 折旧年限就有十二年 比你的运营期年限长 所以这个案例的余值 就一定比残值大 如果折旧年限就等于运营期年限 那么余值跟残值是一个比 是吧 这点要注意 那么一会我们再回到我们背景来 我们对于这个案例 它的固定资产的原值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五千多万减去六百万 就是它的原值 这里面是含了建设期的利息 你当然你说 我重新测算一下 你测算的结果应该都是一致 一会我们再回到这个折旧怎么算 好第三 企业使用的增值税税率是百分之十三 这是增值税税率 再看增值税附加的税率 是百分之十二 谁的百分之十二呀 增值税的百分之十二 就得到了附加 企业的所得税税率是百分之二十五 这是企业的 第四 项目的流动资金全部为自有资金 那么流动资金全部为自有资金 就意味着没有贷款 这款就流动资金的利息是为零 是不发生的 对吧 对对 那么第五 就是我改编了一下 我们原来教材里面说 在建设期贷款偿还以前 它是怎么做的 它先提法定因公积金 再给股东分红 我们在这做了一个改变 说在建设期贷款偿还完成之前 也就运营期前四年 是不计提赢予以公积金 也不分配这个给股东的鼓励 对吧 也就是我们把所有的钱 如果你有利润了 我们说的税后利润了 对吧 利润就净利润 那我们就都拿来作为还款的一部分 如果还款还剩余了 那我转到下一名 这点是要清楚 所以这个是我对咱们教材的一点小的改变 而就我们的培训经验来讲 你在这个阶段先把这个搞清楚 往往考试就以这种形式 比我们教材里那种形式 考的概率要高 其实就想说的是这个 第六 项目的资金的投入收益成本建表1.10 我们先把这表里的数据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整个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的资金 项目的资金呢 它涉及到的年份是你看建设期两年 然后这个后面八年都是运营期 那数据里面涉及到了建设投资 建设投资里面有资本金和贷款本金 刚才我们看到说 从贷款来看 它是第一年贷了一千万 第二年贷了一千万 剩下那些钱都是资本金 这个是要清楚的啊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建设期 那么再看运营期呢 运营期里面有几个数据 有营业收入 有经营成本 有经营成本中的净项税 还有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流动资金 我们先说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它这一栏 它给的是不含销项税 就美含13%的那个税 就这个13%没在里面 是这么一个 你要读懂啊 那你看运营期第一年是3300万 第二年4250万 第三年第四年 后面几年都一样 说明后面几年是正常年份 粗步看啊 对吧 前两年是非正常年份 没达到百分之百负费 那对应的成本也是一样 你看经营成本里面 如果是不含税的经营成本 你看前两年少一点 一个是2490多万 一个是3200 后面都是3500 你看3558.34 给说明后面都是我们说的正常年份 包括经营成本中的进项税 你看前两年少一点 后几年全都是一样的 是吧 然后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给了 流动资产减流动负债不就流动资金 每年都有一定的流动资金 给除了第三亿 第四亿都有一定的流动资金 那么这些流动资金呢 都是自有资金 是不发生我们说的利息的 这个流动资金全是自有的 那利息是谁产生的 是这个产生的 对吧 这两千万是要产生利息的 所以这点我们要清楚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 问题 第一是列式计算一下项目 建设期的利息是多少 这又回到基础指示点 那么我们这个就直接 我们就看结论就可以了 建设期我们一共是两年 第一年带了一千万 按一半计息 得到五十万的利息 第二年新增贷款额又是一千万 前一年的本利和全年计息 得到一百五十五万 那么建设期的整个的贷款利息 整个建设期的整个利息 是二百零五万 好了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完成了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让我们列式计算一下项目 固定资产的年折旧费是多少 无形资产的年摊销费是多少 这问题来了 那我们先来看 折旧 我们固定资产的折旧费 我们前面学过 是找到固定资产的原值 然后减去它的禅值 再除以折旧的年限 那么这个案例背景里面呢 折旧年限十二年有了 禅值呢也给了我们的数据 数据是多少呢 三百万吧 我记得 固定资产的禅值三百万 也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折旧来讲 我们要求的就这个折旧 就差原值没有了 原值减残值除以折旧年限 折旧年限就是十二年 残值呢就是三百万 好那现在原值是多少 对于这个案例来讲 原值有两个判断 第一个原值的判断 直接从这判断 是五二六三点九零减去六百万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过 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里面 所有下去的钱 是包含了建设器利息的 对吧 固定资产投资里面的 这个构成里面有它 然后这里面呢 除了形成无形资产以外 其他的全部形成的都是固定资产 所以五二六三点九零减去六百万 就这个原值应该是 五二六三点九零减去六百万 这是一种方法 这就是它的原值 那么第二种呢 我们对这个案例来讲 我们的原值也可以怎么去理解呢 就从它的建设投资里面去理解 我们看这个表 它说整个它的建设投资 一共投了这么多钱 你看资本金这两笔 贷款本资两笔 这整个建设投资投下去的钱 那么建设投资投下去 钱里面 这是大部分形成的是原值 一部分形成什么呀 是我们说的这个无形资产 对吧 那么它就可以把这个 这四个数加起来 加完了以后 减去我们说的形成的六百万 那么减去六百万以后 剩下的就是我们的固定资产 再加上我们的建设期的利息 它是直接形成是固定资产的 那么利息是多少 那么我们刚才也求出来了 利息是二百零五万 那么也就是第二种 我们的这个原值的计算 就是把这个表格里面的 一二三四这四个数据加起来 就建设投资里面所有钱加起来 然后减去六百万 再加上二百零五万 那么得到的数据应该跟它是一样的 就跟这个原值出来是一样的 就把我们刚才的建设投资 所有的钱 然后减去你的六百万 减完了以后再加上利息二百零五万 你看这个算出来的原值 跟刚才我们这算出来原值 应该是一个数 所以对这个案例来讲 我们的固定资产的原值 可以有两种判定方法 但结论是一样的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 最后的这个数据 年固定资产折旧费里面 我们提到了 整个固定资产的投资 再减去你的无形资产 再减去残值 就原值减残值 这个整个这个是原值 再处于折旧因子 那么这个关于固定资产折旧这块的处理 就是这个原值减残值 我们要清楚 就这个原值的计算的方式 对吧 原值我们刚才 也可以刚才提到了这个具体的数据 就建设投资 建设投资就是 这个资本金的1529.45乘以2 再加上你的贷款本金2000万 对吧 这两个 这四个数据加起来不是建设投资 建设投资里面减去600万 然后再加上这个建设期利息205万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原值 然后再减去残值 好 那么对于这个案例呢 我们第二个问题2 我们就分析到这 就是这个原值的理解 对于我们这个案例来讲 先把建设投资所有的钱 就这个原值 再加上你的利息建设期的大方利息 然后再减去你的无形制裁 这两个理解 注意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摊销就不说了 摊销一共无形占600万除以8就75万 这个相当于是对我们前面的基础知识点的一个复习 那我们再看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依然是基础知识点的利息 劣势计算一下运营期的第一年 也就是计算期的第三年 你应还的本金和利息是多少 于是等额本息法 所以就是已知P求A 那对于这个P就是限值是多少呢 就是我们建设期的本利盒 建设期在我们的运营期的第一年期初 也就建设期的期末 我们累计欠银行是2205万 2000万是本金 205万是利息 那么这个比钱就是我们说的这个P 是吧 就限值 那么我们按运营期的前四年 这个N多取四 按前四年我们去进行等额本息的这个还款方式 那每年应该还的本利盒就695.61 这个我们不展开了 前面训练完了 所以你前面要有扎实的基础的话 后面递进起来就比较快了 那么这里面有多少是利息 有多少是本金呢 一定要分清 里面有多少是利息呢 站着我们运营期第一年来看 我们应该记的利息 就是新产生的利息 当年记系 当年还了 是拿七粗的2205万乘以百分之十 要220.50万 那么应还的本金就有了 你把当年的本利盒600多万 近700万减去其中的利息 剩下的本金就475.11万 也就我们在这个运营期的第一年 先要把建设期的475.11万 要给它还清 然后在那运营期的第一年 又新增利息 这个220.50万也要还了 这是我们说的问题三 那我们再继续看问题四 问题四是让我们列实计算一下 还是站在运营期第一年的这个实点上 算一下它的总成本费用 这个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就是年份 你站在每一年上 计算什么指标 或是什么样的一个财务的一个参数 那么运营期第一年的总成本 我们首先要找到它的经营成本 再加上它的折旧 再加上它的摊销 再加上它的利息 这里没有维持运营投资 那对于这个案例来讲呢 我们的经营成本是多少 运营期第一年 那么我们都拿不含税 它的经营成本就是我们这个表格率的命运 你看 经营成本运营期的第一年 就寄送期的第三年 我们站位这一年 它的经营成本找不含税 不含税的经营成本 就2490.84了 经营成本有了 那么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四 那么对于这一年的总成本费用里面 经营成本其实就是已知 对吧 然后折旧呢我们上面问题二已经算完了 贪箱也是 也算完了 对吧 然后在利息呢 也在前面的问题三 算完了 因为资本金不发生利息 全都是建设期贷款形成的利息 好 这就总成本有了 那继续看 那么运营期第一年的应该缴纳的增值税 及增值税附加是多少 那我们一起回应一下 增值税等于是运营期第一年 你的肖项税 减期第一年可抵扣的金项税 然后再看看你的上一年 也就是你的建设期形成的固定资产里面 有没有可抵扣 如果有抵扣一块扣 那么这个案例里面没有 它只有当年的有肖项税 当年可抵扣的金项税 那当年的肖项税按什么去计算呢 看这个 当年的肖项税跟谁有关 跟你的收入有关 你的收入是3300万 那么你这个收入乘以你的13%增值税率 这就是你的肖项税 对吧 所以运营期第一年的时候 我们的肖项税 应该就是3300万乘以13% 然后减去第一年可以抵扣的金项税 可以抵扣的金项税就是 经营成本中的金项税 就是230万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 这里面的原始基项税 也都能看到 在运营期第一年的时候 我们的这一年的肖项税 就等于销售收入 和你增值税率 然后减去第一年可抵扣的金项税 经营成本里面 如果在这个案例里面 有它备注了 说我形成了固定资产里面 有不可抵扣的金项税 含了里面有50万 那些大会10万可以给它扣的 它就没有这边备扣 那么至于增值税附加 就是有了增值税 直接成为附加税率 对不对 所以前面这个我们看 它的问题 1234 一直到我们的5 都是我们的基础知识点 的一个夯实 那么到了从第六个问题开始 就进入我们的综合知识点 就你想解决稍微综合点的问题 你都要利用基础数据 那你看 第六个问题 就是让我们列式计算一下 运营期都是先占买第一年 考试的时候最喜欢考哪几年呢 最喜欢考运营期的第一年 第二年和运营期的最后一年 这大概是我们考试的时候 概率最高的 如果一定要排数 那运营期第一年是排数最高的 有的时候还是说是正常年份 对吧 所以我们在算这些 尤其是财务指标的时候 它都是按年份走 所以先占位占清楚 运营期的第一年就计算期的第三年 好 再看它的利润总额 利润总额是多少 你看利润总额等于谁啊 等于这一年的收入 加上这一年的补贴 然后再减去看这一年的总成本是多少 再减去这一年的真值税附加是多少 这不就是我们的利润总额吗 对吧 就用到这个公式了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案例来讲 你的收入我们都拿不含税的收入 在表格里直接有不含税的 我们这个案例里面的补贴就是 你的总成本是多少 你看问题四已经有了 对吧 然后你的附加 你看问题五也有了 那考试的时候 他说稍微难点 他就不这么递进 他一上来直接问你 你列式计算一下 运营期第一年的利润总额 或者他把这个利润总额就叫 他等于什么 就等于叫税前利润是多少 他一上来直接问你 那么这么直接问你就相当于 要把里面总成本要算出来 附加要算出来 单独算 然后再给他考虑进去 对吧 好 那么对于这个运营期的第一年 你的净利润是多少 净利润就等于你的利润总额 减去所得税 所以意味着这个净利润里面 就要知道他的所得税是多少 所得税呢 是拿你利润总额 然后考虑完亏税 对第一年来讲没有亏税 那就是利润总额乘以一个 这个所得税率 那得看你的利润总额是不正的 如果出来的利润总额 是大于零的 那么你就是要交所得税 如果你的利润总额是小于零的 那就是不交所得税 小于等于零 对吧 所以你这利润总额也得判断 这里面要不要缴纳所得税 缴完所得税以后才是 我们说的净利润 才叫所谓的税后利润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他的计算的结果 从问题六上面我们一起看一下 那我们从问题六的 他的那个计算结论来看 他的利润总额 等于当年的收入不含税的 减去当年的总成本 减去当年的这个增值税附加 得到利润总额是126.12 它是个大于零的数 而且没有可以这个抵扣的亏税 那么就一定会发生所得税 对吧 这点大家要清楚 利润总额如果算出来是个负的 126.12 那所得税为零 那么净利润就等于你的利润总额 都是负的 对吧 所以这个就我们要清楚 那所得税就拿你的利润总额 乘以所得税率 那么净利润就等于利润总额 减去所得税 是不是都有 那么稀税前利润就等于你的税前利润 加个利息的 对吧 或者稀税前利润也可以说是 自利润加所得税加利息也可以 就看你怎么理解 这是关于问题6 就关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比较常见的这个利润指标 好 那我们再继续看 第七个问题 就是刚才提到难点 你去用计算来判断一下 运营期第一年是否满足还款要求 是否满足还款要求 就先得看你第一年需要还多少钱 然后看看你的这个钱除了折旧贪销以外 如果折旧贪销能满足了那肯定够了 如果不够那你再看你的那个净利润里面有多少 可以用你还的 那我们这次的判断呢就可以 我们尝试给大家解释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按照教材来看呢 它经常是拿你当年你应该还的本金 作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判断 那么我们对于运营期第一年 我们应还的本金是多少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提到的在问题3里面提到了 我们在运营期第一年应该还的本金要400多万 那么400多万没几笔钱可以去还它 折旧是可以还的 贪销也是可以还的 对吧 如果折旧贪销还不够 那我们就拿净利润去还 因为这道题它是不提发展基金嘛 对吧 那我们先看折旧和贪销就关于多少 那折旧是300多万 贪销是75万 363万加75万 我们加一下438点多 那么这是475.11 那很显然 我光是折旧贪销的总额就比你应还的本金大 所以一定不需要动用我们的这个利润去还 对吧 所以肯定是够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思路 当第二个思路你可以用什么 我们说用常在备负率 常在备负率就是 我先找到你今年具备的最大的反本复习的能力 再处于应还的本利盒 你看这一年我们应还的本利盒都是600多万 695.61 那么这一年你具备的最大的反本复习能力呢 找到这一年的收入 减去这一年的这个经营成本 再减去你的这支税附加 再减去你的所得税 不都有吗这些税 都有了以后 减完以后 然后看看跟他比比他大 那就大于 比他小就是这个要借款 肯定是比他大 这几个方法都是可以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案例判断的这个结论 你看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我们去判断你的本金 就是未分配的利润加折旧加贪销 是否大于等于你当年应该还的本金 在这个案例里面的未分配利润 在这个案例里面就是我们的净利润 就是我们的谁啊 就是我们的税负利润 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他说在你运营期还清贷款以前 你所有挣的这些钱啊 不去提发展基金 也不去回股等风 如果他说是要提完5%发展基金 那你这个净利润就应该94.59乘以0.95 就提完5%以后你再去还 拿这个钱 然后去比较一下 对吧 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可以用那个额度 就是用跟那个 我们说的这个具备的最大的还本复息能力 跟应还的本利盒去比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 他的本利盒是 本息盒应该还的是600多万 都要应还的 那么你今年具备的最大的还本复息能力 拿你今年的收入加补贴补贴笔 减去发生的经营成本 再减去政治税负交 再减锁的税 减完以后是700多万 那么这很显然是满足的要求 如果我们说在用思路三呢 这里面我要补充一个思路三 思路三就是用我们的常债备复率了 如果他按例背景说 你利用常债备复率这个系数 来说明你这个是否需要临时借款 那常债备复率的分子 就是你今年具备的最大的还本复息能力 那我直接写结论就753.7 然后比上你今年应还的本利盒 是695.61 那算出来一定是大于一 大于一就说明不需要借款 不需要临时借款 好 这个问题在我们这几年考试的时候 都属于应该说是难点的题 那么考试这三个思路都可以解决 除非他已经明确让你用某个思路 那你就按他的指定思路走 一般来讲是你只要解决问题就行 对吧 但是关于常债备复率 我们考虑到他一年考试考过 所以我们还是要求大家把 常债备复率的迹象公式 还是要掌握 好 问题七 我们作为这个到案例里面的一个 难点问题 根据我们前面讲的这些思路 对吧 然后根据这个数据 其实也能够叫好的 我们就可以解决了 对吧 怎么去判断还款 临时借款 那么这个案例 问题七 它的前提就是在 等额本息的这种还款方式下 我要保证每年都是要还银行的钱 那你挣的钱够不够 那么不仅跟你挣的利润有关 某一名的 还要考虑的 那个计题的折旧和贪消费 也可以用一环的 第八 编制一下该项目运营期 第一年的利润与利润分配表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表格的一个填写 这也是我们历年考试的 常见的一种方法 有的时候它就直接让你求 某一名的某一个指标 有的时候是直接让你补充 完成一个财务的报表都有过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站在运营期第一年的角度 我们把它利润算出来 然后看看它怎么去相应的去分配 这张利润与利润分配表 它比较简单的就是 我们只要考虑运营期第一年的数据 就可以了 那我们依次来看 第一年的利润是多少呢 先跟收入有关 那营业收入不含税的 直接3300万这一支 直接提取出来就行 第二呢是增值税附加 这里面没有付税 增值税附加 那么已经我们算完了 23.88万填写进来这些 它等于增值税算出来 乘一个百分比 然后总成本费用 那么考试的时候 如果让你填表 你也是要算的 把当年的金银成本 加得救加参销 对吧 加利息进来 3150万 刚才的计算过程的结果 填入表合理 对吧 那么这一年的补贴收入 背景质量没有 那就是 好 那就回到我们说的利润里面的 第一大利润叫利润总额 或者税前利润 就是收入加补贴 减增值税附加减总成本 得到利润总额是大于零的 126.12 所以它要交所得税 直接交多少呢 以这个为基数 这是126.12 是你交所得税的基数 因纳税所得额嘛 对吧 就是你的所得税计算基数 直接按它的25% 算它的所得税 算出来是31.53万 那么这样净利润就有了 第二大利润 核心 是我们说税后利润 税后利润就是我们的利润总额 减去所得税 就90多万 好 那么我们的净利润有了 那我们再来看它的第十项 第十项 这是期初未分配利润 因为考虑到运营期的第一年 所以期初未分配利润就是零 那前面都是建设期 所以它不可能有利润转过来 对吧 好 那么到了第十一项 就是资年可以共分配的一个利润总额了 可以共分配的利润总额 不是叫利润总额 不叫税前利润 是可共分配的利润 那就是我们的净利润 对于这个案例来讲 因为它前面没有期初未分配利润 就是94.59万 就是这笔钱就可以往下分 那如果正常来讲 我们说了 你怎么分啊 先把企业发展基金提了 再给股东提了 提完以后再去还钱 但我们这个案例提到了 说运营期的前四年 你在还款以前 是一 不提法定民营公基金 所以这是零 是吧 第二 是不给投资者分红 虽然说可共投资者分配的利润 是94.59万 还是这个 但是它是应付投资者各方鼓励是零 那这样我们所有未分配的利润 就是我们刚才的净利润 就是94.59万 看到了 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一个默认的前提 当你需要还款的时候 我们一般的在还清贷款以前 不给提取法定民营公基金 也不给投资者分红 就给应付投资者的各方鼓励是零 那前面我们的净利润 94.59万 就顺利的成为了未分配的利润 就这个94.59万 可以从这里面拿钱去还贷款 对吧 那么94.59万 是不是百分之百都去拿呢 还呢 还是拿一部分去还 那么这里面就需要你测算了 是不是需要测算 怎么测算啊 先看你今年应还的本金是多少 然后仅需折旧 仅需摊销 折旧和摊销可以共还的 先去还 那么这样呢 我们用于还款的利润 那就是在保证你折旧和摊销的前提下 折旧摊销加起来都能还呢 我就不动用我的利润 如果折旧跟摊销不够 我就从我的这个可供分配的利润里面出 那我们来看 折旧呢 是363.66 摊销呢 是75 对吧 那么折旧跟摊销加在一起 应该是438点几 那么我们应还的本金是470多 那还差一点 那差多少 那就拿475.1亿减去这两个准 差了36.45万 那36.45万 就要从我们这个未分配利润 94.59万里面出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用于还款利润的一个判断 就是这个 你的净利润里面拿出多少钱去还 前提都是 先把折旧摊销的钱先去还 不够了我们才从这补 对吧 那么你这个里面很显然 你未分配的利润比你36.45 要大呀 我就不需要严实借款 如果你算出来是要需要 用于还款 需要136.45 那你这些年就不够了 你就得去借钱 你过才9多了 好 这样我们清楚了 那在结论就有了 那15.2就是 你剩余的那部分利润 就可以转到下一年出去 未分配 就转到下一年用 那下一年就是你的 你看58.14怎么来的 是你的可供分配的利润 94.59 然后减去36.45 这是去还了 还完以后剩下的钱是58.14万 转到下一年 这样我们就到了第15项 叫未分配利润 未分配利润里面 一部分钱去还款 一部分钱转到下一年 这就跟前面我们介绍的 那个利润与利润分配表 就呼应起来 就这个地方 大家把它理解一下 就这我也是把教材改编了一下 教材是给投资者分红了 对吧 好 我们再继续看序号16 序号16呢 是稀税前的利润 那稀税前的利润呢 就税前利润 就利润总额加利息 得到346.62万 这是一会计算 这个评价指标用 那么基于利润与利润分配表里面 表头的内容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是 已知该项目所需的流动资金 均按正常年份的631.67万元计 就是指的流动资金 因为流动资金有的时候是 运营期的第一年跟第二年 它不一样 第一年我大量投进去 第二年再追投一部分 所以你说这个流动资金 到底是按正常年份的 你看我们回到 为什么它要按正常年份的走 就按照它呢 它是设定了 因为我们前面给的这个表格里面 你看流动资金 运营期第一年的值 到第二年 第一年是400多万 第二年是568.5万 到第三年是631.67万 是累计达到那么多 如果说新增的那么多 是累计达到那么多 陆续的 就是最后稳定到631.67万 所以它整个这个项目的流动资金 所以它是假定 就是这个项目的流动资金 最后需要的 是按正常年份的600多万计 不是按运营期的第一年 第二年计 是吧 那么再利用下表 1-11给出的一些数据 计算一下该项目的 总投资收益率是多少 然后资本金 净利润率是多少 假定行业的 平均总投资收益率 资本金净利润率 都是10% 那你从财务角度 再评价下 这项目可行 还是不可行 求这个两个指标吧 我们先把总投资收益率找到 总投资收益率 是两个笔值 1分母就是总投资 分子呢 是首选正常年份的 看看有没有正常年份的 稀税前利润 如果有 那就把这个摘录 如果正常年份的 稀税前利润都不一样 那我就取谁的平均值呢 取命营期的 稀税前利润的平均值 对吧 那么这个项目的总投资 是多少 先说 总投资 从背景资料来看 应该是固定资产投资 加上流动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 在背景的资案段 第一段就交代了 那流动资产投资 就流动资金 直接就用631.67万 这就总投资 那么稀税前利润 就要看这张表 表1.11 看了 表1.11 它给了三个数据 一个是利润总额 一个是净利润 一个是稀税前利润 那么后面给的这个年份 都是我们的计算期 从第三年到第十年 也就运营期八年的数据 都在这儿 你现在求的是 总投资收益率 先看一下正常年份 刚才我们提到了 正常年份是后面 123456 这六年 是正常年份 怎么识读了 前面我们在讲到 它的基因成本 收入的时候 就可以看出 百分之百复合的 那前面这两年 都是非正常年份 对吧 那么正常年份 它的稀税前利润 大概都是一个值 都是668.08万 那好 那我直接就拿 668.08万 除以这总投资 不就出来了 那我们看看 它是大于百分之十 还小于百分之十 我们先来 看一下它的结论 总投资收益率 里面正常年份的 稀税前利润 你看668.08 对吧 正常年份 是一个数 除以总投资 总投资前面 5263.90 就是固定资产投资 再加上流动资产投资 也就是流动资金 出来就总投资 所以这个指标 还让我们间接的 测算了一下 总投资的比 得到是百分之十一点三三 那大于百分之十 三目可行 对吧 就这一样 好 那第二个指标 是让我们计算的是 资本金净利润率 那我们也把资本金净利润率 的公式 然后相关的数据 我们也一起来复习一下 那么这个项目的资本金净利润率呢 我们也知道 它是一个笔值 它的笔值的分母是资本金 分子是什么呢 是净利润 什么的净利润 也是先讨论 是正常年份的净利润 如果正常年份的净利润 是一个值 直接超路 出来乘以百分之百 对吧 如果是不一样 正常年份的净利润不一样 那我们就取谁啊 也可以取是我们运营期的时候 运营期的 这个净利润里面的一个平均 这个嘛 对吧 好 那么资本金是多少呢 项目资本金 这一定要是看理涨表啊 是看我们前面这个项目资金投入 我们的这个项目的资本金由三笔构成 第一笔看对了吗 这是资本金 对吧 1529.45 这是建设投资里面第二笔资本金 也是1529.45 这是两笔资本金 然后再有一笔呢 是流动资金 流动资金 它全是自有资金 按哪个指上 按631.67 这个指去执行 所以对于这个案例来讲 我们的资本金 应该是三笔 对吧 三笔资本金 好 这清楚了 那我们正常年份的净利润是多少 从这个表里找 表1.11 它的净利润 先找正常年份 正常年份是这个 那我们看正常年份里面 有几个年份净利润是一样的 501.06 但是呢 正常年份里面 我们是从第五年 一直要到第十年算正常年份 你看 第五年和第六年 它的净利润不一样 这是410.51 这是453.63 看到吗 这两年 跟后面这几年是不一样 那就说明 在正常年份里面的净利润 它是不等的 那不等的 那我们就不以正常年份为准了 我们就以运营期的 12345678 这八个数的平均值 作为一个计算的基数 或作为一个分母 是个平均值 这时候不是我们正常年份的平均值 不是后面这个六年 是把这八年全加起来 然后除以八 那我们来看一下结论 我们的资本金净利润率 看是否达到百分之十 我们的计算结果是这样 资本金净利润率 我们找到了分子是吧 这是12344年 然后后面有四年 一样的 一共八年 我们把八年的数加起来 除以八 得到一个运营期的一个平均值 净利润率 然后再除以这三笔的资本金 是吧 得到是11.06% 那11.06% 它也大于10% 大于10%就相比可行 所以从我们这个评价来看 基于利润与利润分配表的这个评价 我们这个项目是可行的 可以投 对吧 好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利润与利润分配表 所以在我讲课的时候 我是先把利润与利润分配表给出 以前我最早上课的时候讲 三大这个财务报表 都先讲投资现金流量表 什么资本金现金流量表 但我们从大量的应试 包括它的出题来看 它很多都是站在利润的角度去考 从我们学习的角度来讲 其实我们也是很好的把握的 就是我们建设期 我先要造假工程师 我保证的是你要投多少钱 叫总投资 到运营的期的时候 其实最关注的就是 你能挣多少钱 你的利润有多少 你的总投资收益率 资本金净利润多少 站着国家的角度 你所得费可以给我缴多少 它是这样 我觉得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利润与利润分配表 先给大家给出 那么后面我们再讲 投资现金流量表 和资本金现金流量表 流露简流出 谢谢 MAYBE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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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 subject yemek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